这个男人在新香荷塘月色酒店楼下蹲了一夜,清楚地听到老婆和隔壁老王愣声声合唱了三首摇滚。 第二天一早,又亲眼看到二人在酒店门口亲亲我我,就这他都没有真声,真是够窝囊的。 男人名叫侯金宝,十年前娶了个貌美如花的金莲,两口子刚结婚时,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甜甜蜜蜜,是大家眼中典型的模范夫妻。 可就在前不久,他们的感情似乎出了一点问题。 这天是女儿小美的生日,侯金宝忙完休闲铺的工作后,第一时间回到家里,给女儿做了满满当当一大桌子美味佳肴。 紧接着,侯金宝又骑上小电驴来到严金县防制厂,准备接着金莲,回去一同给女儿过生日。 结果两人刚一见面,金莲就是一句,我今天不回家吃饭了,我们聚餐。 无奈,侯金宝只能独自返回,刚到家,就发现姐姐文静正在厨房等着。 侯金宝看着姐姐满脸愁容的模样,知道肯定是有啥事,于是急忙支开小美。 眼看小美走远,文静开始说话了。 说是,最近听街坊邻居说金莲和隔壁开婚纱店的老王走得有点近,让侯金宝当心点,别被扣上了帽子。 一听这话,侯金宝当场就不乐意了。 耶,姐,你甩傻嘞,能敌没傻人你不这儿? 从来都是唠唠试试奔奔奔奔奔奔,绝对不可能胡赖。 文静眼看点不透这个鱼木疙瘩,也没再多说什么,跨上小皮包就愤愤离去了。 接着再看侯金宝,他虽然嘴上说得很强硬,可心里却还是犯嘀咕了。 思索再三之后,他还是决定出去看看,一探究竟。 紧接着,侯金宝骑上了小店驴,几乎逛遍了严金县所有的饭店,结果接连的人毛都没见到。 这一下子,侯金宝彻底不淡定了,继续跨上小店驴, 围着县城找了起来。 经过约摸四十分钟的搜寻后,终于让他在一家生态园看到了金莲的身影。 只见,金莲正和老王在雅间里眉来眼去,有说有消的。 看到这一幕,侯金宝瞬间赶到眼前一律,险现一头栽倒栽地。 他恨不得马上冲过去,逮着他们抡上两个大嘴巴子。 可冷静下来想想,又觉得不太合适,毕竟捉奸这事,终究讲个证据。 最终,侯金宝还是忍了下来。 郁闷之余,找到了自己的好哥们小毛,吐露了一番心声。 结果没想到,小毛竟然是个过来人,被这种事早就看开了。 甚至还能掏出自己老婆和别人纠缠的照片,让侯金宝欣赏了那么一下下。 接着,小毛又化身灵魂导师,说什么,想要生活过得去,头上必须带点绿。 更何况,金莲和老王不也没咋地吗? 还有就是,要是想自己的女人离别的男人远点,就自己对她好些。 哎,还真别说,听了小毛这些话,侯金宝还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呢。 于是,第二天一早,侯金宝就跑到县城大饭店里,找了当厨师的姐夫老饭,跟着他学做了几道金莲爱吃的小菜。 晚上回到家后,侯金宝早早地就把小菜摆上了桌,并且还特意点了一圈小蜡烛,浪漫的氛围嗷的一下就上来了。 不大会儿,竟然下班回家了,看着侯金宝精心准备的这一大桌子,他只是冷冰冰地挤了一个皮笑肉不笑的表情。 侯金宝大爷不计较,自顾自得唠了起来,说是好长一段时间,他们两口子都没有好好聊聊了, 想趁着今天女儿留宿学校促进一下夫妻感情,还说什么等以后有钱,马上给金莲换个大楼房。 若是再有点闲钱,一定要带着金莲到大城市转转。 我简单总结了一下侯金宝说的意思,说得好听的就是对未来美好的展望,难听点就是卦饼,人家金莲根本就不吃这一套,从头到尾都没搭枪。 受到冷落的金兄弟,瞬间有了火气,闷了一口八二年老村长,问起了金莲和老王在生态园吃饭饭的事。 一听这话,金莲直接就挤了,当即摆上了一副泼辣的模样,嚷嚷了起来, 种啊你个小别孙还跟踪我,俺俩啥事都猛,你别称天猛事招事。 得,这次小对话最终还是闹了个不欢而散。 第二天一早,姐姐文静听说了侯金宝和金莲闹别扭的事,中午就找到金莲,向其表示, 要是他和老王的确搞在一起的话,希望他能够早日放过金宝,大不了就是个离婚呗,他们侯家绝对不会纠缠。 然而对于文静如此坦诚的说法,金莲依旧是死不承认,说什么他和老王就是干干净净的朋友关系,绝对没干过啥龌龊事。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?那指定不能是啊? 晚上,金莲刚一下班就找到了老王,说是家里已经开始怀疑他了,这段时间暂停联系,等过了风头再好好补偿。 屏幕前的观众老爷们,你听听这小话说的,他俩能没事吗?随便拉个幼儿园的小孩也不能信啊。 得,还是看这对狗男女表演吧。 金莲刚语说完,那老王直接就不愿意了,表示暂停关系是行。 不过要来上一个分别仪式才行。 对此,金莲娇称一声死鬼后,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。 回到家后,金莲第一时间就开始收拾行李,还一本正经地告诉侯金宝,他和同事约好要去郑州旅游五天。 侯金宝愣了一会儿,突然回想到刚结婚时,他都承诺要带着金莲去郑州好好玩几天,结果一直也没能履行承诺。 这一次,金莲要去就去吧,也算是圆了多年的梦。 说不定,等金莲散散心,回来以后就能好好过日子呢。 可到了晚上,侯金宝才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多么的傻缺。 金莲一早就睡了,侯金宝正准备给他盖上被子的时候,突然看到金莲的手机上收到一条短信, 我已到新乡,荷塘月色。 这个荷塘月色是个啥地儿啊?那可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情趣酒店。 侯金宝这会儿总算是看清了金莲的丑陋面目,他为了作死金莲出轨的事情并未声张。 而是等到第二天金莲出发时,他也偷偷跟了过去。 果不其然刚一下车,金莲就静止来到了荷塘月色酒店。 侯金宝守在金莲住的房门外,愣声声蹲着偷听了一夜。 这一夜,那是相当煎熬,他有三次想要杀人的冲动,可都忍了下来。 次日一早,金莲和老王携手从酒店走了出来。 临别前,这俩人还不忘再啃上两嘴,这给侯金宝看的直接目自欲裂。 他强忍着杀人的冲动拍下了照片,打算日后离婚时当成证据来用。 接下来的两天,侯金宝是越想越气,就这么离了婚也太便宜金莲了。 冲动之际,侯金宝去武金店买了把长刀,接着又来到了佛堂,提前做了忏悔。 希望佛祖能够原谅他接下来的罪行,继续保佑女儿健康成长。 可想来想去,想到最后,他还是没能狠下心,只能憋着一肚子火气回到了严禁县。 回来后,侯金宝第一时间找到了老王的妻子阿敏,把老王和金莲的仇事一丝不漏地全都说给了阿敏。 就连那天夜里,他俩一共打了几场球赛,说了些什么,他也没隔过去。 然而意外的是,阿敏在听完此事后,表现得依旧十分冷静,就像这事儿跟他没多大关系似的,莫非他就这么佛系? 不不不,这姐们儿可是个实打实的人狠话不多代言人。 侯金宝前脚刚走,阿敏就来到了一家农药店,二话不说扔下一百块钱,拿起一瓶百枯草就走。 接着来到边上的公园,阿敏拧开瓶盖就开磕,咕咚咕咚愣声声惯了三分钟才算拉倒。 咱说心里话,这个量就是牛喝了估计也得玩完。 不过万幸的是,阿敏拿的这瓶是过期产品,再加上救护车来得及时,他意外捡了条小命。 等他醒来时,已经在严金县第一人民医院了,而老王也赶了过来。 阿敏也不废话,直接就是一句,咱俩还能不能好? 老王看着阿敏冰冷的小眼神,差点魂都被冻上,哪怕说一个不字,小鼻涕泪珠子嗖嗖直流,当场就拍着胸脯子发了毒誓,说是一定和金莲断了联系,否则这辈子都吃不上四个菜。 这么一闹,阿敏的情绪总算是稳定了下来。 另一边,侯金宝听说了阿敏的牛掰事迹后,也行动了起来,他气呼呼地将金莲拉到了黄河边,撂下狠话。 你个臭娘们儿,以后再别想见女儿,否则我杀了你。 还有,你要是想顺顺当当地和我离婚,就必须把老王那个王八蛋的家庭搅散。 说完,侯金宝就潇洒地转身了。 接下来的日子里,金莲果然消失了。 侯金宝哄着女儿,说金莲是去东莞打工了,到过年才能回家。 转眼间两个月过去了,女儿不止一次要求侯金宝给金莲打电话。 而另一边,金莲对女儿的思念同样是望眼欲穿,经常躲在女儿学校对面的小商店偷看。 咱说心里话,看到这一幕,还真让人挺心酸的。 这天,金莲实在难忍思念之苦,于是便躲在文静家附近的超市,堵到了老范。 想让她帮忙把自己买的玩具送给女儿。 对于这个要求,老范着实不敢答应。 要知道,现在侯金宝都快恨死金莲了。 她要是给金莲当跑腿的,弄不好都是一顿皮肉之苦。 可最后,在金莲的再三祈求下,老范还是心软了。 为了不让侯金宝发现,老范偷摸着将小美接回了家里。 再三告诫,在玩玩具的时候,一定不要让她爸爸发现。 小美答应得坚定,兴冲冲地跑回了屋里。 可还没玩上十分钟呢,侯金宝就突然回来了。 在侯金宝的逼问下,小美供出了老范。 可侯金宝知道,老范花钱从来都是文静管着呢。 就像这种一百多块的玩具,绝对不可能是她买的。 不用多想,侯金宝就知道,肯定是金莲再高贵。 气急之时,侯金宝一时没控制住,当着女儿的面吼了一句。 绝对是你妈那个破鞋买的。 说着,就将玩具摔了个稀碎。 这件事对小美打击很大,她一连几天都闷闷不乐的。 哪怕是之后侯金宝又给她买来一个一模一样的玩具, 她也没有露出一丝笑容。 夜晚,侯金宝找到姐夫老范,希望能让她出面,好好开导一下女儿。 结果两人还没刚说两句呢,阿敏突然找了过来。 这姐们上来就嚷嚷着,金莲又不安分了,领着老王跑了。 这一闹,直接给侯金宝整懵圈了。 随即吼道,跑就跑呗。 关我鸡毛事,我她喵的不管。 一听这话,阿敏不乐意了,直接就撂下了狠话。 行啊,你小子,我是啥性子你也知道,你要是不去给他俩找回来,我明天就去你家门口喝弄药。 得,此话一出,侯金宝的气势瞬间弱了下来。 这疯婆子还真敢做出来,为了避免事情闹得无法挽回的地步,侯金宝百般不情愿地踏上了寻妻之路。 说是寻妻,其实就是做做样子。 一来,能够让阿敏情绪稳定住,二来,也给自己争个脸面,毕竟她和金莲还没有离婚呢。 第一站,她去了老王的老家开封,刚一到地,侯金宝就找了个鞋铺当了小工, 本打算就这么人不知鬼不觉地混上个把月,就回去交差呢。 结果第一天就遇到了熟人,是她的老同学花花,两人以前是要好的朋友,甚至还差点成了恋人。 这俩人多年未见,好不容易凑在一起,自然要好好聊上一通。 夜晚,两人来到开封小吃街,一边喝着老村长,一边聊着心事。 经交谈得知,花花也离婚了,说来两人也算是同病相怜。 这一夜,两人直接聊了个通宵。 侯金宝今天说的话,要比以往一年说的还要多,心里很是痛快。 第二天,两人又约着一同来到清明上河园玩了一圈。 期间,侯金宝一直愁眉苦脸,花花将这一切看在眼中,疼在心里。 她将侯金宝拉到栅栏边开导道,日子是过的以后,不是过的现在,能离就离了吧,放过他人,也放过自己。 一听这话,侯金宝瞬间豁然开朗,生活还真的就是这么个事儿,得过且过无疑是最好的解脱。 侯金宝脸上浮出了一丝久违的笑容,气氛也变得融洽了不少。 然而,正当我以为他俩要在一起的时候,意外来了。 老范突然打来电话,说是小美得了重病,已经陷入了昏迷。 听闻此话,侯金宝再也顾不得情情爱爱,急忙回到了严金县。 女儿已经被送到了第一人民医院,结果在经过检查之后,医生却说需要转院才能治疗。 侯金宝急忙喊来小车,将女儿带到了新乡大医院,再一检查,终于查到了病情,说是女儿患上了急性脑炎,需要送去重症监护室,弄不好就会天人两个。 病房外,仨大人哭得稀里哗啦的,不停向上天祈祷,或许是老天听到了他们的祈求。 三天后,小美醒了过来,睁开眼,看到大家都在。 小美弱弱地说了句,想吃馄饨。 侯金宝摸了一把热泪,急忙打车来到火车站,点了一碗热腾腾的馄饨,又买来一个价格昂贵的玩具。 刚要走,突然看到金莲和老王从车站走了过来,只见金莲的肚子已经微微隆起,而老王正小心翼地在一旁掺着。 看到这一幕,侯金宝瞬间崩溃,二话不说,直接从水果摊抢了把刀,静止走向金莲二人。 而就在她准备再进一步的时候,女儿突然打来电话。 听到女儿的声音,侯金宝再次动摇了。 刚巧此刻,金莲看到了她,缓缓走了过来,真诚地说了声对不起。 侯金宝望着这个伤害过自己的女人,犹豫许久,最终淡淡地说道, 离婚吧,日子是过以后,不是过以前。 听到这话,金莲伸染泪下,最后两人望着彼此,似乎和过去达成了谅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